啊这些的话大家应该都是没有问题对吧 就是去获取这个host的上面的这个类目 这个真正的host的这个描述等等这些啊 这些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啊 那么现在的话这个编辑和这个删除按钮啊 我们的话就来实现一下这个删除的一个操作啊 这个编辑啊非常简单 就是跟我们之前编辑这个项目啊是一样的 好吧 那么这个删除的话 我们的话也来来实现一下在这个message里面 然后实现一下这个方法 好在这里啊 他传的两个参数分别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参数代表的是当前当前的这个host的这个对象 这个的话代表的是当前这个host 他在这个host list当中的这个下标值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就直接可以把它给改成什么呢 就是host 说的话在这个地方就直接把它给改成这个index的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删除的操作 删除啊 那么如果删除的话 我们首先哈先要给他弹出一个确认按钮啊 就是防止用户呃 那个误操作了对吧 就是给他弹出一个这样的啊 确认按钮 那么这个确认按钮的话哈 我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message当中的话是指展示这个信息啊 并没有展示这个确认按钮啊 这个确认的一个钮的对护框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哈 需要给他重新创建一个这样的啊工具类叫做什么呢 叫做message box啊 那么这个message box的话在我们的这个element UI当中哈也是已经跟大家呃 展示出来了啊 呃在这里我们的话来看一下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啊 然后我来看一下啊 哎 我应该不是下载资源 我是下载看一下这个组件啊 在这个里面的话有这个message box 大家的话可以来哎 在这里直接有了对吧 点一下 那么这个message box 我们的话想要的就是这种就是确认消息 比如说我点一下他 他特别的是啊 此操作将永久删除文件是否继续 我们可以把这个文字改一下改成什么呢 您是否真的要删除这个host 对吧 那么如果点击确定的话就是执行删除的一个操作 如果点击取消的话 那么的话就是把这个关掉对吧 所以我们先的话就是需要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啊 然后我们现在哈在我这里的话 我是已经把这个host啊message box 已经把它给封转好了 说的话我就直接把它给拿过来用 好吧好 那么的话在我们的这个UTIOS下面我们的话 邮件是的话选择一个new file 好给他取个名字叫做message boss.js好吧 好那么在这里我就直接把那个代码把他给拿过来啊 好实际上的话也是非常简单哈 就是来导入了一下这个message boss 对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呃 用了一个confirm confirm的话里面有一个参数啊 confirm的话代表的就是你确认对吧 代表的就是确认好 然后的话在这里就是parents对吧就是parents 好那么这个parents当中的话你可以成立哪些参数呢 第一个参数的话就是message 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说的啊 你这个地方展示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下文字要展示的是什么 好吧 那么在这里我会给他提供一个默认的参数 是什么呢 就是您确定要执行此操作吗 那么如果你没有给他指定这个message 就会使用这个东西来进行一个提示 如果你给他指定了就会使用它好吧 还有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这个确认的一个回调也就是你在点击确认按钮的时候啊 他的一个执行的这个事件 这个的话是需要为一个函数好吧 好那么这个的话代表的是cancel 就是如果你给他指定了哎 我点击取消的时候对吧 我点击取消的时候我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你就可以给他指定这个cancel 好这个类型啊 默认情况下的话是warning也就是警告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用这个message boss点这个confirm 这个message boss点confirm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elementui当中哈 他这个message boss的一个这样的api 然后的话把这些参数填移动进去啊 然后的话在这里就是如果点击的确定 就会去执行这个代码啊 如果点击取消就会去执行这个代码好吧 最后的话再把它给导出去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好然后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写了哈 我们的话还得在我们的这个main.js当中 来给他进行一个注册好吧 首先的话现在把它给导入一下 在这里啊就是给了加上的这个boss 好然后的话这个东西我们也是把它给copy下 然后的话在这里我们的话也是给他加上一个boss 就可以了啊 这个写了以后接下来的话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list的当中 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是this点这个dollar message boss点这个什么呢confirm 好在这里我需要传立一个对象 在这个对象当中我可以给他指定这个message 代表的是什么呢 您确认您确定要删除这个host吗 对吧 好然后的话我再给他指定一下另外一个参数 就是用户在点击确定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的话就是confirm callback 好然后的话是给他指定一下也是一个一个见统行数 对吧给他指定一个见统行数 好那么这个见统行数的话就是在这个见统行数当中啊 我就真正的去执行这个删除的一个操作 对吧那么删除的话 我们就是去发送这个网络请求 网络请求的话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htdb.js当中 在这个地方就是deletehost 对吧好 那么你要去删除哪个host 你需要给他传递这个host的一个id就可以了 对吧好 然后是cost url是等于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host下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host的一个id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就是this.htdb.delete 然后是url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恐龙加斯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host list的当中 这样的话在这里就是this.htdb.delete delete我们的这个host 对吧好在这里我们需要把这个id把它给传递进去 需要把这个id传递进去啊 那么id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host上面的这个id对吧 那么的话就是host.id 好点准 好 那么这个地方哈如果他已经执行完成了 这里的话哈他就会返回一个呃就会走到这个里面来 对吧走到这个里面来说明是已经删除成功了 删除成功了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呃删除了的话哈我们就应该要把这个数据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列表当中把它给删掉对吧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删除你把它给删掉了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要把它给删掉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应该怎么样呢就是啊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从我们的这个project的这个host list当中把它给删掉对吧 那么怎么删呢 因为你删的话你 嗯 呃当然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是不是已经有这个印带的吧 我们的话就直接可以删了啊 就是这次点这个project点这个host 类似的点这个sports 然后是印带的给他指定运营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删掉就可以把它给删掉了啊 然后的话删的完成 但是因为我们的话可以给他做一个什么呢提示就是message点这个success 就是删除成啊操作成功对吧 好 然的话我们在删除的时候啊 我们在这里需要可以给他一个什么呢 可以给他一个啊 一个loading啊 一个loading就是正在加载啊的一个这样的东西好吧 好 那么这个loading的话啊 我们在这个element的ui组件当中啊 他也有一个这样的组件也是叫做loading 好吧 啊 那么的话就是一个这样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 就是你在点击完这个确认的时候 他会在这个地方有个这样的加载 然后如果真正这个操作完成的话 他就会把这个隐藏掉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 就可以来写 实际上的话我们这样去写的话啊 如果你每个页面你要去写的时候 你都要去使用这个组件的话 都要去使用这个组件 对吧 你那就比较麻烦 这个代码的话 他也不是一两 他也蛮多的啊 来看一下 但是他是这个针对式的表格啊 比如说这个东西 他要去删除啊 他要去做的话 我看一下 还是比较麻烦的哈 还是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的话就可以把它给单独封装一下 把它给封装一下 好吧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在这个UTS下面 然后的话 选择一个new file 叫做loading.js 对吧 好 然后的话我们也是把我之间写好的那个loading啊 把它给拿过来 好 那么的话也是非常简单哈 就是呃 第二轮这个兽 对吧 实际上的话有这个文本 有这个文本啊 默认情况下的话是正在加载当中 实际上的话 有这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loading的一个这样的小icon啊 好这个的话是一个背景颜色 这个的话是满屏的啊 好 那么这个写好的用 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是需要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这个mail.js当中 在这个地方 再导入一下啊 改成这个loading 好 然后的话在这里啊 也是把它给改成这个什么呢 好可以了啊 这个写二零六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list当中 对吧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this.loading 点这个show就可以了 这的话就可以把它给展示出来 但是啊 你这样的show完以后 什么时候隐藏呢 是不是操作完成的话就隐藏啊 说的话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是把它给隐藏一下啊 ok 那么这个隐隐哈 这个hide这个函数是我自己写的啊 我自己在这个封装的时候 我自己写的实际上的话 它里面是叫做close 它是叫做close啊 但是show和hide 是不是会更加的这个明显一点啊 就是这个意思更加的这个 是正好是一对对吧 好 说的话我就把它给改成这个hide的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叫做隐藏啊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控制加次保存一下 来试一下啊 好 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在这里 是不是有了吧 这个开发环境这个host 这个描述是不是都有了啊 好 比如说我现在的话来点一下这个删除 他确定 他说您确定要删除这个host吗 哎我点击确定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删除完成了吧 非常简单吧 非常简单啊 好 然后我再来点击新增host 比如说我们又来加下就是测试环境 然后是开发环境吗 好 好 点击确定 我看一下啊 这个确定完成有这个东西没有把它给隐藏掉啊 我先来刷一下数据 数据是有了 但是没有把它给隐藏掉 我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当时写错了 这个当时写错了 我再来试下 再来试下啊 我现在把它给删掉吧 我现在把它给删掉啊 删掉完成了 我再来新增 好 再来点击 哎 这样的话是有了吧 有了啊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也可以给他加上这个loading 好 在这个里面的话也是可以怎么样呢 给他 这次点这个loading 隐藏一下 对吧 然后的话也可以给他一个什么呢 就是提示 好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host的一个这样的操作啊 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